老公 来来来 干嘛呀 我发现好东西了 快点来 啥好东西啊 之前的东西了 发现钱了 不是 你过来那啥 咚咚咚咚 什么东西 这个不就是你结婚时穿的婚纱吗 对呀 她怎么放在这儿了 那肯定是没地方放老妈放在这里呗 哎 你干嘛 你干嘛 你拿出来干什么呀 我拿出来 我想看看啊 有啥好看的 一钱嘛 叫你别买 别买 你非要买 你看 这十年一直放在这里 就穿了一次就不穿了 多浪费 哎呀 你这个婚纱买的也不贵啊 你如果去租的话也要不少钱的 那租的话只百块 你这个买了一千多吧 我知道 谁说的 去租也要一千多呢 再说了 我买的新的不好吗 也只要一千多 反正你都是对的 以前穿的是挺漂亮的 现在就说不来了 那是这样子啊 说不定我现在穿也好看 行 那你等一下让网友评评看 漂亮不漂亮 你看这女人啊 为了漂亮真的是豁出去了 大冬天望着膀子 你别是不是怕冷的 现在就不怕冷了 哎呀 你就说好不好看嘛 说那么多废话 好不好看啊 哎呦 这婚纱是挺漂亮的 人吗 老了 你怎么这样呢 才几年啊 就老了 老了 才几年啊 不十年了 还才几年 那你有没有觉得现在更有韵味了 对对对对 有韵味 有韵味 你怎么这样子的 要不给人家看看我们以前的婚纱照 让人家说说看 是现在好看还是以前好看 行行行行 走走走 那走 你看 这小伙挺帅的 这够自恋的 这没你差点意思 对吧 你看你那时候多胖啊 那个脸 这不是刚胖起来嘛 对吧 刚开始发肤 那个时候 那个发型好帅啊 是吧 叔叔感觉这是年轻好多啊 原先的时候 现在 你再看看你现在 你不想想 原先是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现在是三十多岁的老熟人啊 那你也不一样吧 老男人 男人他真的是越老越有味道 你知道吧 看到没有 那个时候显年轻 是吧 说张 你说原先漂亮 还是现在漂亮 你让人家来说说看 行 你让网友评论一下 嗯